雅各书第五章 嗨,你们这些富族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绣 那绣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 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君之主的耳了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艳乐 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 你们定了一人的罪 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看啊 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尽了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啊 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 不可指着天启示 也不可指着地启示 无论何事都不可启 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肯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若有施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 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